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十分的勉为其难 矛盾百出 似有不少难言之隐 最明显的是他在10月3日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专访时 当记者问他中国是否愿意展示更大的开放性 允许北京不喜欢的学者或者想到西藏等地区采访的记者进入这些地区时 崔天凯的回答令人不可思议 他说中国对美国学生教授记者或学者是开放的 不过一些其他地区像西藏因为海拔很高 那里的气候可能非常恶劣 主持人随即表示美国记者和学者可以克服高海拔环境后 崔天凯表示不是每个人可以很快适应高原气候和自然条件 崔天凯把中国政府限制外国人入葬归结于高原环境 一起 主持人在问是否可以前往新疆时 崔天凯表示整个中国都对世界开放 当然新疆也开放 但是新疆有一个特别的问题 就是恐怖主义 被问起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 崔天凯表示 如果浏览过中国社交媒体 就会看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讨论 可见中国言论的自由程度 崔天凯没有提中国最主要的几大社交网站 进驻网警 微博敏感评论全部清空 微信随时筛掉不符合当局口味的内容 甚至把你的账号都给你消掉 这些崔大使不谈 崔大使给人一种 在自相矛盾中前进的感觉 谈到贸易战 他似乎透露出中方潜在的找台阶下的愿望 他说中国愿意让步 准备好与美国达成协议 但他补充一句 但这需要双方的善意 其实美方清楚中方 根本不会做出任何美方提出的实质性让步 这在次日彭斯副总统的讲话中 表述的一清二楚 关于崔大使近日的情形 一篇六日发自上报的旅居美国的台湾记者 吕佳颖的报道可以参照来读 这篇报道题目叫做 崔天凯为什么那样 行单影之 报道引述见证人 自从特朗普9月26日 在联大会议上指控 中国介入美国大选 并且说副总统下星期将会公布具体内容 中国大使馆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加班 可能想法透过许多关系 了解彭斯到底有什么证据 但仍然被彭斯后来的讲话惊天中击 这位媒体人写道 10月3号那天晚上 也就是彭斯发表严厉抨击中国讲话的前一天 白宫官员为此举办背景简报会 简报会上 白宫官员细数这些年中国 做了哪些不利于美国的事 直指中方正以前所未有的政治 经济 军事 宣传手段 来干预美国的政治体系 这场简报会 很清晰的预告了 彭斯对中国绝对美好化 记者们都以最快的速度 把稿子发回去了 这位媒体人 突然明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为什么会那样的行单影之 那晚 德国大使馆举行 德国统一日庆祝酒会 参加的有美国官员 各国使节智库学者 当然包括崔天凯 参加这一活动的智库朋友告诉他 我注意他大约十分钟 但是没有人跟他说话 他还说崔天凯先是自己看表演 之后才去拿东西 一下自己站在那低头猛吃 一下抬头看表演 期间没有美方人士和其他国家的使节 跟他攀谈 听了第二天彭斯的发言 这位媒体人心里存着的疑惑 才解开了 一个泱泱大国的大使 怎么会没人理呢 崔天凯的落寞 来自于大家对中国的忧心 和保持距离 而所谓的大家 不是只有台湾和美国 而是遍及很多国家 因为大家都对中国专属的瑞士力很有感觉 第二天 彭斯把中国的瑞士力一一点透 向中方发出了警告 这样的事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近来一些中国驻外使节的表现 令外界舆论惊讶 比如驻瑞典的贵大使 在发生曾姓一家人旅馆被逐事件后 明明有大量视频在讲述当晚的实情 但大使还在义正词言的谴责瑞典方缺乏人道 应是把一件小事演化成一件大案 全中国好像都在跟瑞典作战 英国发声央视女记者孔林林不顾记者身份 在讨论会上大骂与会者全是汉奸遭干预使 还掌握对方 主英使馆也在为孔林林声张正义 使节们有时说话也许是言不由衷 他们要配合中国政府的行动 彭斯副总统发表对华谈话后 中国外交部立即反击 指责彭斯讲话纯属捕风捉影 混淆是非 无中生有 诸外的使节如果需要表态的话 那也只能顺着这个路子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参议员确认 卡瓦诺就任最高法院法官 美国国会参议员 10月6日星期六 以50比48票确认布雷特卡瓦诺出任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卡瓦诺随即到最高法院宣誓就职 这是美国共和党保守派 和特朗普总统的胜利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议院通过 卡瓦诺提名确认后 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 签署了卡瓦诺法官的任命书 参议院这次投票基本上以党划线 共和党人支持 民主党人反对 丽莎穆尔科斯基是没有投赞成票的共和党参议员 乔曼金是唯一投赞成票的民主党参议员 辩论双方都认为 这一任命对美国最高法院和美国有重要影响 分析人士说 由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卡瓦诺就职后 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将占有5-4的优势 终身任命意味着53岁的卡瓦诺 可能在最高法院任职数十年 卡瓦诺将取代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 本应该由9名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 目前只有8名法官 投票之前 针对卡瓦诺的性侵指控 以及对他的个人品格质疑 成为美国几个星期来的热门争议话题 美国之音报道 蓬佩奥访问平壤 安排美朝第二次峰会 川普看好朝鲜核问题的解决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018年10月7日周日结束 对东京的访问后前往平壤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 蓬佩奥星期天早上发出推文说 下一站访问平壤 与金委员长会面 继续努力落实川普总统和金委员长 在新加坡峰会上做出的承诺 在今年6月的那次峰会上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将致力于半岛完全无核化 但是几个月来 双方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相关谈判陷入僵局 两国领导人答应举行第二次峰会 为落实去核化寻找突破口 蓬佩奥在前往东亚访问的途中 对随行记者们说 他希望能在此次平壤之行中 为美朝第二次峰会的时间和地点做出安排 但承认他这次有可能无法敲定 可公开宣布的峰会安排细节 川普总统在新加坡峰会结束后 对平壤很快放弃核武器显得很乐观 但他最近表示 他不想为实现朝鲜去核化目标设定具体时间表 不过 川普星期六晚上在堪萨斯州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说 自从他与金正恩的上一次会面后 朝鲜停止了核饰演 停止了导弹饰演 交还了朝鲜战争中阵亡的一些美军人员的遗骸 他说我们干得不错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国际刑警组织敦促中国当局澄清该组织主席孟宏伟的下落 中国依然保持沉默 法国里昂市警方已启动调查孟宏伟失踪事件 法国内政部长对孟宏伟妻子受到威胁表示关注 孟的妻子和家人目前受到法国警方的保护 星期六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表示 已通过正式渠道向中国询问孟宏伟的去向 希望中国官方回应该组织对其主席状况的关注 与此同时 法国内政部和警方也在调查孟宏伟失踪事件 并对他在法国的家属实施保护措施 据称孟的家属在电话及社交媒体上受到人身威胁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妻子 日前在法国报案 称孟于9月29日回中国之后失踪 法国警方透露 孟宏伟上周离开在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返回中国 并称他不是在法国失踪的 美联社也引述国际刑警组织官员称 孟宏伟确实已回到北京 又据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六报道 孟宏伟上周乘航班抵达北京后 即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 事发至今一个星期来 北京对孟宏伟事件一直保持沉默 中国外交部也对境外媒体的提问不予回应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山东上千老兵维权与警冲突 灭火器 还击催泪弹 中部敌镇压被驱散 山东平度是 本周连续三天发生退伍军人集体维权 其他省份的老兵赶来声援 星期六早上人数达到千人 当局出动大批特警 释放催泪弹驱散 老兵则用灭火器喷还击 混乱中双方均有人受伤 星期六晚 警方全面清场 带头维权者多人被带走 据香港明报和苹果日报 星期六综合社交网站报道 本周四 有38名山东平度老兵乘车进京上访 但未出山东省 就被当地政府人员拦截 殴打 星期五早上 数百名来自山东其他地方及江苏四川等省的退伍军人赶来声援 他们身穿迷彩服高举五星旗 有人手持木棍 称要为周四老兵被殴打事件讨说法 当局派出大批特警 双方一度推撞 当晚聚集人数不断增加 至周六凌晨已过千人 政府派人谈判 但老兵不肯散去 从网民上传的视频可见 警方周六一度释放催泪弹 现场老兵有的四散走壁 也有不少人手持棍棒 烟雾喷射器等武器与警方冲突 有老兵受伤或被警察制服在地 警方大规模清场后 公安拘捕了带头闹事者 聚集人群大多逃走散去 至当晚九十许 牵手现场的十几名老兵被带走 部分老兵被强行带离现场 还有人被送到平渡医院接受治疗 明镜之声整理报道 谢谢您的收听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